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次十年得下台 那习近平肯定不会谈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说法 但是呢习近平呢在就是后谣言时代 牛脸就露面了 大概基本上这个说法 那这是在今天比较盛传的一张照片 毛泽东 邓小平 这个江泽民 这个胡锦涛 习近平 有一个说法 民间有个说法 说中共国的红旗上有五个星星 所以五个星星呢就讲习近平 到习近平那儿就完了 那其实这里面还有趣的 他缺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赵紫阳 一个是胡耀邦 这两个都是中共的总书记 那如果架上他们两个人 其实七个 也就是说五个也好 七个也好 七个就比较有趣 就是他是一种定论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讲习近平是最后一个 那习近平死出事儿他就没事儿 他就这么硬扛着 所以谣言呢在圣赞邓小平 纪念邓小平的活动当中呢 习近平出事的谣言呢 就一下就没了 就这么着 就基本上被压掉 在社交媒体当中 评论当中 很多传播谣言的 就是讲述谣言的人呢 基本都是眼旗息骨 也都没有再谈 但是里面出现了一些很巧妙的坑截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巧妙的坑截上呢 就是在习近平的宣传上 这是一个和他未来将如何宣传 这是一个很坑截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报道当中 其实他显示出来的这个层面 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了 新华社消息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一百二十岁 把深化改革推进 往前推进 这是蔡胜坤讲的 然后他讲都比较中规中矩 中道了 就是他因为在国内做记者 所以他就这么报 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 与谣言相关的故事 就是习近平连续露面 五月散人这是在推特上也比较有名的一个人 他就提到有关造谣的问题 他就提到蔡霞 蔡霞是这件习近平出事的当中 很确定的就是习近平是一定就是不灵了 就诸如此类的 有这个说法 但他认为蔡霞就算 他不觉得造谣是造谣 他反映了一个民怨 就是人们对共产党那种憎恶的民怨 但蔡霞自己是中央党向出来的 所以他是这么个看法 所以百年大变局 大变局 他就改成这个 洗手间那个大变局 所以这托室呢 应该扔了 然后他提到说 视频人民日报 起居住本 本色回归 承认自己看透眼 本来就完了 但是呢 大家去又去找茬 大概后面就去 讲述了有关谣言的本身的故事 所以这里面的认为是谣言 都是讲述了 就记述了那个 20号那个人民日报的报道 21号应该是 他是头版二版 都是习近平 就我个人来讲 看就说这是一个 早一直就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在29 他只不过重复了29号 7月29号之后 7月30号 31号 跟8月1号 套红报道习近平 没事的做法是一样的 然后又都消失了 又都消失了 所以这种 就是潮起潮落 骤起骤落的方式呢 应该是习近平未来露面 向社会上露面的概念 那这种概念呢 其实反而证明 习近平是有状况的 所以我个人以为呢 汉米尔顿讲 就是这件事情被掩盖了 应该是非常 描绘的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张立凡老先生 张立凡老先生本身 他也不认为习近平出事 他也讲了 所以他就引用了 新岛日报的这个概念 就是习近平当时 这是习近平 当时讲话那张照片了 所以他也讲述了 习近平当时 遇到那个拳击手 说他年轻时也打过拳 然后讲这个 跳水没有水花 跳水没有水花 这个在中国跳水队当中 特别是女队当中 其实是蛮传统的 我以为是蛮传统 而那些人呢 那些孩子本身呢 其实受伤蛮惨的 因为他年龄太小 他拿到了金牌之后呢 在那种水压的冲击下 其实很多人 特别是他们的眼睛 会受到伤害 那就没所谓了 他人家都不管了 这都是你受伤 就是你的事了 那为祖国争光是送光 所以这是张立凡老先生贴的 所以他就代表 这个概念本身呢 就是习近平 啥事都没有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21号的 就是所有套户 习近平全版出现 对吧 所以这一张全版出现 来证明是有错的 就是 我就这么顺着说了 那今天呢 就是习近平 邓小平露面 邓小平的名单 然后这里讲说 做动今天 习近平在 讲话中会 阉割邓小平的主张 习近平 要主张反对 个人崇拜 结束终身制 那习近平应该不敢提 我们没有看到 他会提 这是 这是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这是 人们 直接嘲讽他的说法 那 OK 那BBC的 BBC在报道当中 他就从 因为他是正规媒体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述 他说 以后的时间 应该是 就是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 如何提 就是今天的习近平 那基本上讲述是这么 到底走哪条路 说现在搞不清楚 所以习近平讲什么跟做什么 完全是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他认为呢 集二者为一身 现任领导人 成为自身的执政的资源 就是 他作为一种抗拜 也就变成了 习近平后面的 可能中共的概念 是一种 就是 毛泽东跟邓小平的子孙吧 大概是这么样 那而这篇内容 就是今天 二十号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的 人民日报呢 习近平就全都没了 全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 这是他报道的手法 李强有 但习近平没有 那正是这么个 对比的报道方式 只有二十一号 这种报道 而这个重复的方式呢 重复了 二十九号 七月二十九号 他露面是那样 所以这代表了 习近平其实出事 习近平将不 就是 当没事的时候 不得在人民日报上 宣传习近平 这是一个 在整个这次 谣言风波之后 得出来 而如果这个东西 是真的的话 代表北戴河 确实有状况 就是 三中全会以后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定 所以 他在有关掌控报道的问题上 这是他做出来 不是说 我们猜测 这是他报道手法中 非常明确 所以也就变成了 满满都是习近平的回归 只是谈话一线 这是 叫后谣言时代的特点 习近平将会成 就是后面的故事 将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现 起码 有人说是蔡奇的做法 谁是做法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给整个谣言后面 做了背负 那也就讲说 习近平权力 一定受到威胁 应该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